当秦始皇开始他统一六国的征程时 战车作为实用装备 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让位于骑兵和步兵为主力的新型军队 但是豪华马车 仍旧是皇帝和王公贵族宣扬权力的专利 史书记载 秦始皇在东巡途中驾崩 大臣们密不发丧 就是用安车把他的尸体运回咸阳的 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 让后人有机会想象皇帝的威风 马和车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很周全 连最普通的配件和装饰物都做得相当考究 比较起来 骆庄的马车在这方面毫不逊色 雷马用的节约 镀袋 装饰马的事物 每一件都是流金铜制 有的还镶嵌着绿松石 虽说是小东西也花了工匠不少工夫 这些奇形怪状的小动物 连嘴巴 鼻子和毛发都雕刻得非常细腻 在秦始皇的铜车马上 有一个用来固定马龙头的当炉 显示出皇家才有的富贵器 但是当人们发现落庄墓主人的马车时 却看到了两个更加华丽的流金青铜当炉 当炉上雕刻着一种奇特的动物 它长着漂亮的马头 身子却是腾云的龙 到了下面又出现了马蹄 这也许就是古人心目中的神马 什么人能使用这样高档的车马 他难道比不可一世的秦始皇 还要奢侈和骄横吗 他的车和秦始皇的车如此相像 难道他和秦始皇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吗 当车马坑的清理挖掘还在进行时 由考古队副队长黄道国带领的另一个工作组 在牧区北侧开始了新的钻探 不出所料 他们也发现了一些陪葬坑 这些坑穴里又会出现什么物品呢 在培葬坑的中央部位 也一距北壁大野有十米道理事物 发现了一个小铜环 这铜环呢 虽然也就这么直径大一个武功非 当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当时呢 上面还有无数的痕迹 我们轻轻的用刷子和猪圈往下坐 在最南边呢 有最高的地方呢 发现了一个胖了 这是一个大约高度50公分 直径20公分 重达几十斤的团形器物 扁原体态 它的名字叫纯鱼 纯鱼的侧面雕刻着一幅苍蝇图案 整幅画仿佛一笔连成 洒脱自然 苍净古朴 这只苍蝇的形象 不由让人联想起某些精气的造型 看起来 这个牧主人对搏击长空的鹰 有着非同一般的喜爱和崇尚 是最好的 这个牧主人对搏击长空的国家 在房子里面备